大家好 我是王Sir 今天重點是解釋一個字 的 的 這個詞是 possessive 的的東西是不我的 第一個說法 This is my pencil This is my pencil 這是第一個說法 我不喜歡這樣說 我第二個說法 This pencil is mine This pencil is mine 其實還有第三個說法 第三個說法 就是這支筆屬於我的 This pencil belongs to me 最後一個說法 還有第四的說法 如果這支筆是我的 那即是我是這支筆的主人 那即是 I am the owner of this pencil 聽不聽到的 是有兩個表達方法 再加兩個表達方法 來吧 This is my pencil 這個my 其實是一個term的 有沒有留意到 my pencil my放在哪裡 這個my是放在pencil的前面 有的的的意思 有的的意思 放在pencil的前面 逢然用這一牌子 就一定要放在名詞的前面 的 名詞前尊用 剛才第二個說法 This pencil is mine 這個my 有沒有留意擺位 mine是放在句尾 be的後面 是否一定要放在be的後面 不是 是否一定要放在句尾 不是 可以放在句頭 mind可以放在句頭或句尾 它不需要放在名詞的前面 我們叫做任擺 的的任擺 剛才我第三個說法 This pencil belongs to me 因為be long是第二類動詞 第二類動詞要配object名詞 所以我放在me 所以第二排的object 記住放在動詞的後面 而我第四個說法 I am the owner of this pencil 這句句子 因為m是動詞 動詞前需要subject 所以配i 所以基本上今天說 dig possessive 我們將以上這個表 一次過解釋給你聽 用第一排表 key sheet i view date subject用 動詞前尊用 第二排表 上面的第二排表 記住是object用 一二排都是無的的意思 而第三排的dig 剛才說了 要放在名詞的前面 第四排的dig 是任擺 通常放在句頭 或者放在句尾 後面是不需要 答個名詞給它 希望今天你完全明白表 是怎樣表達的 希望今天的grammar concept 會幫到你 下面有link在這裏 OK 做了它 download做了它 傳給我 等我改正片 就這樣 加油 拜拜